严亚伦重返校园,与女学生甜蜜约会 严亚伦于3月30日发行最新音乐作品《最想去的地方》,并与HIT FM联播网合作特别计划,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好时节,最适合做什么? 没错,就是最适合跟新上人约会去 严亚伦3月31日进行了第一场台北的约会,约会对象是位来自香港,目前就读是新大学硕士班的Kenny 之前Kenny在香港念大学时,担任新闻实习记者,有机会采访到严亚伦 因为那次访问,让Kenny下定决心要再来台湾念硕士,除了实现记者梦想,也希望再有机会见到喜欢11年的严亚伦 Kenny很感谢严亚伦,因为他觉得是严亚伦给了他方向,让他找到梦想 Kenny即将硕士班毕业,看到这个活动,希望严亚伦可以跟穿着毕业服的他一起合照,当成毕业最棒的礼物 严亚伦被他的故事打动,决定跟他一起拍毕业照,并在校园里散步聊天,进行一场难忘的甜蜜约会 而严亚伦一到世心校园就引起骚动,更羡慕Kenny可以跟他进行一对一约会 首先两人先在世心对著名的山洞口校门口合照留念 接住两人慢慢地从校门走进校园,严亚伦也很绅士地陪在Kenny旁边,不时地注意他步伐,提醒他不要跌倒 相当贴心,到了世心的大礼堂,Kenny换上毕业服,两人在礼堂门口留下难忘借珍贵的毕业合照 接住严亚伦看到学校操场有人在打篮球,也爱打球的他一时既然也拿了篮球在场上帅气投篮 引来女学生的尖叫声,就好像回到青春的校园,帅气的篮球队场比赛 一群学妹在旁替学长加油的样子,严亚伦还加码演出,亲自教导Kenny如何投篮 让一旁的女生羡慕不已,宛如在拍偶像剧 两人最后一起在学校的凉亭一起喝住饮料,让这次约会画下完美句点 对于这次约会,严亚伦觉得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他也提到,其实很多他的海外粉丝也会因为他来台湾电书 他也透露,这样的举动会让他很担心,也是一种压力 因为粉丝必须要一个人临乡背景来到台湾 除了适应环境以外,也要忍受一开始的孤独,这样会让他很不舍 也很担心粉丝能不能真的过得很好 不过他看到Kenny这样也就放心了 其实严亚伦一直很担心自己成为粉丝的负担,就像他也会担心粉丝一样 但透过这样相互鼓励,一起支持,看到粉丝把自己过得很好 就是他最大的欣慰,他自己也会过得更好 喜欢怎么样的约会 严亚伦说,这次在校园的约会方式他很喜欢 他喜欢走路,胜过吃饭,看电影 因为很多人在吃饭,看电影时也不见得会专心地跟对方约会 几乎都成了低头族 透过散步,两人专心地在路上聊天 这样的感觉很好 他也说,看到篮球就想到以前在学校当然要帅气地打球给对方看 不过他不会认真地打到汉流加倍 见好就熟,稍微录个两手让对方留下好影像就好